今天是7月25日星期一 今天教會的聶禮聖人是聖阿國伯 所以今天教會禮二的讀經都是跟他有關 讀經一就是格林多仁後書第四章7至15節 這裡看到一個重點 我們作為雅器中存有者寶貝 為彰顯那卓越的力量是屬於天主 而不是出於我們 所以我們的光榮一切都是歸於上主 而福音就是馬達福音第20章20至28節 這裡有一個段落講及耶穌快要去耶利尤薩蘭的時間 就是他們十二個門徒其中的兩位 就是亞國伯和他的弟弟約王 就是跟他媽媽一起問問耶穌可不可以 在他的團隊那裏 他們委任他們兩個左右手 就是爭做最大的 當時當然他們未明白 這個墨西亞的王國是什麼意思 所以他們都是想著世上的王國 想著都是世界上俗世的一種權威 所以這裡我相信對於耶穌都有一份難過的 因為他們十二個人都未明白 門徒之中未明白耶穌最終墨西亞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耶穌問他們你們要喝我的雀杯 就是這樣的意思 今天我看這兩篇讀經 為我感受得最深刻的就是 吉林多人偷書這一句 我們在亞喜中存留者寶貝 這個寶貝 為何這個寶貝 為何這個寶貝讓我想起 剛剛出生的孫女 所以這兩天的心情是非常之開心 我自己第一次做外公 星期六晚 星期六晚 女兒叫我作動 胎兒作動 我和女婿去港義醫院 就是私家醫院 都想不到經過一晚 我昨天星期日 早上已經收到起床的訊息 看到寶貝那張照片 沒有女兒都平安 尤其是看到那張照片 和影片出生那一刻 寶貝女兒出生那一刻 生命那種奧秘 那種寶貝那種純潔 那種幼嫩脆弱的生命 但是又有一種很大的驚奇 一種很大的驚奇 是在面容那裏 完全表達到人生命那種可貴 那種純潔 那種愛 都完全在嬰孩的面碼那裏 體會出來 所以我特別體會到今天 格林多人投書 《雅器中存有者寶貝》 這個寶貝就是想起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在天主眼中 在天父的眼中 我們都是他的寶貝 當我作為外公的身份 看到寶貝女兒出生的時候 我都看上去成為一個很大的恩典 就是很珍貴的珠寶 是一個很大的寶貝 尤其是我深的感受 就是再早一兩個禮拜 我女兒傳一些影片給我看到 她的肚子 她的寶貝在肚子上翻滾 很活潑 很頑皮的動來動去的時間 我就想像 即使在胎盤那裏 她未見到外面的世界 其實她的生命都已經存在 她都已經有一種很大的渴望 很大的好奇 很想快點出來 很想見一下世界是怎樣 那時候我和她的心都很連結 也都想像到她的樣貌是怎樣 所以這兩天看到外孫女出生的時候 親力看到她能夠平安 來到這個世界上 內心有一種非常大的歡欣和喜樂 很感觸 這個格林多人後書所說到 我們看到這個寶貝 這些生命的奧秘 天主是白白上次給我們 完全是彰顯到 卓越的力量是屬於天主 我們有什麼能力可以做到這些生命 我們有那麼多電腦 有那麼多機械的上司 那麼多科技 但我們都沒辦法做到的生命 所以我們的生命是源自 除了來自天主 超越了我們自己所想像的 我們有智慧 有感情 有回憶 所有一切的東西 這些不是來自天主的恩典 可以來自哪裡呢 所以這裏是一種很大的感觸 尤其是這兩天感受到新生命的來臨 為我們的家庭添製了一個 或者培育 我們就是培育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的培育 都是天主上次這份恩典給我們這個家庭 特別感受到這份生命的力量 不是出自我們自己有什麼努力 一切都是天主的恩典 能夠平安出生 能夠平安懷孕 各方面都不是人 可以出於我們的掌控 一方面是因寶貝 另一方面我們都看到我們在牙器之中 牙器是什麼呢 牙器反而我聯想到寶禄所描述 各方面都很脆弱 牙器很容易爛 很脆弱 脆弱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內心有種 人的內在有份脆弱 有份害怕 有份自己的悔咎 或者魔鬼各方面對我們各種人有 不過 如果我們相信主的話 寶禄都展示了給他看 寶禄就用他自己看到 用他的生命 用他的見證 尤其是讓我們看到 他親口跟我們說 他在各方面受了磨爛 就沒有被困到 絕路 絕了路 但沒有絕望 雖然他被迫害 沒有被捨棄 被打倒 沒有喪亡 這裏他給了我們幾大安慰 雖然我們好像牙器 那麼容易碎裂 那麼容易軟弱 所謂軟弱 不過 寶禄他親身告訴我們 我們雖然面臨這麼多脆弱 面臨這麼多挑戰 這麼多困難 不過 這些不是絕路 我們在基督身上 我們帶著基督的恩典 所以他這樣說 身上事上帶著耶穌的死狀 耶穌的死狀 都是給我們的恩典 耶穌的死狀 我想像到十字架上 就是 他仍然受苦受難 那份補熟 補熟我們的罪過的時間 耶穌仍然是寬恕我們的罪 他仍然懷著最大的慈悲和愛 是寬免我們那份人的罪惡 所以我們在基督的身上 我們完全在祂的救贖上 我們是完全恢復我們 跟天主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裏很有意思 寶禄就是因為有看到 時常帶著耶穌的死狀 就是這份死狀 讓他可以彰顯到耶穌的生活 在他身上彰顯到耶穌的生命 彰顯到耶穌那份慈悲 那份力量 讓他在寶禄傳教的時候 雖然遇到那麼多困難 那麼多磨練 他都不失望 不失望 就是覺得自己在主身上 是有這份寶貝 我們一方面是寶貝 一方面也是牙器 但是這份牙器 在主的守護之中 我們這個寶貝的身份 是不會失去的 所以我今天對這份福音 有很大的體會 也都是藉著這份福音 藉著這份寶禄的書信 就是給我們一份很大的鼓勵 我孫女就是一個寶貝 是我們來到這個家庭的寶貝 這個寶貝是填著慈給我們 所以今天我們都懷著一份很感應的心情 去迎接這個新的生命 也都很幸福 他當然來到這個家庭 有這麼好的照顧 這裡我們都為了所有 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生命 我們為了祈禱 來自那個不同的家庭 可能未必有一種寶寶的環境 不過很多家庭都… 家庭周圍的環境反而不重要 但是生命這份寶貝 來自生命這份恩典 我們值得感恩 所以這裡是為所有的家庭 新來的嬰兒祈禱 尤其是昨天主日是所謂 grandparents day 和長者的主日 教宗方姐說 就是去年2021年 就是頒布了 在7月份最後的第四個主日 就是grandparents day grandparents day 就是為所有的長者和祖父母 紀念 他們有這份智慧和勇氣 可以令到下一代 終於一份智慧和勇氣 傳授下去 在這裡我也為了一些 特別是嬰孩祈禱 或者我們今天的祈禱 一方面我們感恩 天主上次這份生命 這份寶貝給我們 另一方面我們為 我們人 很多的罪過 是求寬恕 因為我們很多地方 墮胎 就是將這些生命 是主上次這份生命 給我們 有時候會毀滅 所以這裏我們 今天的祈禱 求主 原諒我們 人的懸弱 犯了很多人的罪過 求主也都 賞賜這份寶貝給我的同時 我們可以有 補錄這份 事上有這份勇氣 有這份智慧 是活出這份 看到耶穌的死狀 事上帶著耶穌的死狀 為什麽呢 為什麽呢 為耶穌的生活呢 都將健在我們自己身上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這裡 主有各位